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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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謝國良這個人 我一直覺得他不夠慈悲 他對許多的市政 他不夠了解 那他輕易地把東岸 用30年把它委外出去 他有沒有去思考 未來基隆市民如何去保障 這一份屬於基隆人的財產 我們其實是從最一開始 說要發起罷名 就一直在背書沒有正當性 像柯文哲就直接說 法律問題交給法律解決就好 那現在包含市府的發言人 他們也是說什麼 就是大日公司已經敗訴 即便很明顯的 他就是把重點擺錯 因為我們一直以來在乎的 都不是大日跟市政府的合約 而是關於他闖進常常這件事 是 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收看轉告等一用 我是主持人徐國勇 今天我們要談 基隆市長謝國良 現在他要被罷免的這個拆糧行動 進入了第二階段的尾聲 今天也是連署截止收見最後的一天 承認的機率到底有多少 有沒有把握 會不會過 各界都十分關心 不過我們知道 為什麼大家要罷免謝國良 甚至年輕人說 沒有錯 你給我哥哥路 那我就騎著哥哥路機車去罷免你 因為年輕人是有良心的 他有良知的 他知道 他騎了這輛哥哥路 不擰白不擰 因為這是國家的錢 可是擰了謝國良 你這個哥哥路只給年輕人 如果不給哥哥路 把這個錢拿去做公車的話 可以讓基隆市民 所有的基隆市民 14年做公車免費 所以顯然的這個政策 雖然叫做政策買票行為 但是年輕人是不買單的 所以才會有騎著哥哥路去罷免謝國良的這種說法 那沒有拿到哥哥路的呢 阿公阿嬤你們沒有哥哥路 那幹你去罷免他 為什麼他有我沒有 所以呢 大家了解 謝國良就任不滿兩年官司纏身 至少三件官司 其中有一件 在我們全國第一勇的節目 我們率先拿出來討論 就是東岸三場接管案 太離譜了 怎麼可以利用警察 不但的使用警力來介入民事糾紛呢 基隆市政府怎麼會有強制執行的權利呢 強制執行的權利 一定是在法院 在民事在法院 在行政 那就是法務部的行政執行署 從來沒有聽過 這一種民事的糾紛 你基隆市政府有強制執行權 所以顯然這個是有問題的 有人說這個是強盜 至少他妨礙自由 那現在這個案子被告了以後本來是他治案 現在已經轉為真治案 轉為真治案這什麼意思呢 是不是在打臉謝國良 他這個蠻漢不當的作為呢 上個月遠見雜誌公布了2024年 縣市首長市政滿意度的調查 基隆市長全國市政滿意度最後一名 你會不會覺得不好意思 到底是謝國良太差勁了 還是說他根本就無法勝任這個職務 而無心市政呢 還是本來就是個公子哥 所以市民的憤怒仇恨值 憤怒值累積是越來越高 不過差異良行動要罷免他的這個行動 平民受阻 基隆市民能不能發揮積極的力量 勇敢的表達對這個城市未來的期望呢 每個人都在看 看到謝國良用各種不當的手法 來阻撓罷免 罷免行動甚至租不到廣告 租不到任何一面看板 這是很離譜的事情 甚至包括台北市 包括基隆市 不當的運用警力來阻撓連署的活動 所以今天我們要從頭好好的來針對這個拆糧行動 來進行相關的探討 現在我來介紹我們今天的來賓 第一位是我們山海公民拆糧行動的發言人 我們的李彥隆 來彥隆 你好 大家好 再來是我們的基隆市市議員 我們的鄭文廷 鄭律師 來 溫天 詠哥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那首先我們要大家來看看 那拆糧行動 他的啟動 還有他整個工坊是什麼 我們先來看個相關的報道 國良丟臉 強盜市長 國良丟臉 強盜市長 民進黨機動市議員和民進黨發言人 起身炮轟 因為吉隆市長謝國良施政狀況不斷 上任短短不到兩年 已經被列為三大案件被告 公民發起的拆糧罷免行動 距離第二階段門檻連署 只差另門一角 罷免第二階段必須有三萬七百九十二人連署 七月八號是最後送件日 拆糧行動主辦單位 預計收件到六月底 民進黨市議員要謝國良之所進退 其實謝市長 當他被列為政治案被告的時候 他其實應該要自行請辭 下台 保留一個優雅一點的聲音 拆糧行動如火如荼 近日民進黨市議員服務處也開始陸續提供聯署服務 這個就像是我們日常在做一般的選民服務 那今天一個公民的運動 它正在發生中 那他如果需要我們的幫忙 需要我們這個舉手之勞 我們為什麼會拒絕 拆糧主辦方要外界別想太多 因為藍營已經開始將罷免活動和綠營連結 質疑民進黨話案為名 再次呼籲這個林佑昌 不要在背後煽風點火 民進黨背後其實就是在賺取自己的政治利益 每一位議員其實也都是這個基隆的公民 也是基隆的市民 所以來協助收件這完全沒有任何的問題 那這也不是一個政黨的行動 謝國良自稱是個法律人 不過其實他這個法律人 我講的難聽話 我是法律人 以法律人的立場 連法律人連法律系的學生都看不起他 你怎麼會是法律人呢 所以大家在問他真的是法律人嗎 當然我知道他不是法律人 如果是一個法律人不會做這種事 當然啦 他說他研究所是讀法律研究所 不過他是遺囑的 什麼叫遺囑 等一下再讓大家了解 所以換句話講 那他只不過是拿了那個博士論文 寫什麼 妥事審判法 剛好他那時候在司法委員會 所以呢 當然就把這個法案拿來寫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我曾經在節目不客氣的挑戰他說 那大家來背背法條 刑法第一條我就問他搞不好他就背不出來 第二條他也背不出來 考看的民法第一條他也背不出來 再考他的刑事訴訟法 民事訴訟法 行政訴訟法 第一條就好了 我勸他趕快去背 不然下次碰到法律系的學生 考他一下 可能馬上就倒了 那為什麼要罷免他 現在我們先從罷免的過程 來讓大家了解 現在罷免今天是最後一天 裁量行動 你簽罷免我去收件 集滿十張連署書 可以召喚志工上門收件 罷免快收專線 0918 006 636 到九點到二十一點 奇怪 罷免是二十四小時 他們知道到晚上九點 山來公民 裁量行動 志工持續照目中 所以看起來為什麼會這樣子 當然就是有他的辛苦 所以這是民間自動發起 其實跟民進黨無關 那我們看看聯合新聞 六月十六日怎麼報導 他說外送員宣傳 拆糧細精 入口停等紅燈 也能代收聯署書 然後再看看 這是外送員 後面黑箱標案 賤賣市場 違法破門市政胡鬧 快樂的成年人罷免進行中 這蠻有意思的 所以這拆糧行動 彥隆 是 你還在讀書吧 對大事 你大事 對 所以觀眾朋友們 是他們發起 跟民進黨其實無關 那當然民進黨關不關心 當然關心 那國民黨呢 那更關心 關心 社會的議題 關心 社會的這些行動 尤其關心 一個市長做得好不好 本來就應該的 所以 你們為什麼發動這個拆糧行動 然後現在拆糧行動 今天是最後一天 對 到底到達什麼程度 就是跟觀眾朋友來做個說明 好 其實我們這一開始會 發起這個罷免活動 這就是因為 動案上場的事情 讓我們蠻生氣的 就是關於破門這件事 這樣 那因為他現在也從他治安轉回真治安了 那我們這一部分 我們就是交由法律去裁定這樣 但首先他在深夜破門這件事情 我們就已經非常不能接受了 尤其他是在沒有法院的強制命令之下 所以我們這一開始我們其實是 我們發起人其實只有四個 就是小小的一群人這樣 然後我們也都是學生或是一般上班族 那我們都是因為這件事情覺得很生氣 所以在網路上我們互相聯絡上 然後才決定發起這個活動這樣 那直到現在我們志工可能有上百人 那都是因為網路上大家可能串聯 或是日常生活中 認識住在基隆的市民朋友 或是在台北工作的基隆市民 然後我們互相幫忙 然後一直走到現在這樣子 那目前的收件進度 其實在錄影的這個當下 是我們因為我們今天是最後 這周是最後一周了 那我們的志工都非常想要再把連署書盡量的衝高 所以他們其實這周非常努力的在外面到處跑 就是到處在開新的站點 然後收集連署書這樣 所以比較沒有人力可以去統計最新的數字 那我們目前有統計到大概是兩萬八千份左右這樣 可是根據我們志工的回報 就是其實這幾天我們在外面收件 都是非常非常踴躍的 所以到最後其實我們目前對於可以衝過這個門檻 是蠻有信心的 嗯很有信心 不過文婷 你是法律人 當然我講實在話 謝國良他的專業其實不在法律 所以他的專業我不去挑戰他 因為這是他的專業 但是如果他提到他是法律人 那這個專業我就要挑戰他了 我覺得他根本就沒有資格說是法律人 你是真正的法律人 台道法律系也是個律師 又是個議員 那我要請教一下就是說 首先有人去告他東岸廣場這件事情 那這個事情他本來檢察官是發他資安 在調查中 那現在變成真治安 所以從法律的觀點 你來看東岸廣場這個事情 是不是讓我們觀眾朋友能夠了解 由他資安變真治安的意義 以及為什麼大家所有的法律人 包括法學教授法律系的學生 都看不起謝國良 原因就是他這個行動是根本就是違法的 是不是簡單的再跟我們觀眾朋友做個說明 我想我們先從法律實務面來看 過去我擔任律師的這個工作 那檢察官收到一個案子的時候 他的心證是空白的 他從告訴狀告發狀或相關的證據資料 去研判去調查 那他心裡面的那個我們所謂的心證 可能會慢慢的加深 慢慢的升高 所以他懷疑都已經確立 確立了 對 就是他 他在心證上已經提高 他對這個人是有犯罪的那種確信度 所以他才會把他資安轉成真治安 這是必然 那同樣的 他如果接到一個案子 他覺得這個好像亂告 他其實他自然是可以直接牽結 他可以不用做成處分 那今天 處分就是不起訴 對 他不必做不起訴處分 直接就牽結 行證牽結就可以 行證牽結是可以的 那他治安 他轉成真治安 真治安之後就一定要做成起訴 或不起訴處分 他一定要 只能二折一 對 他只能二折一 他沒有那個模糊空間 沒有模糊空間 你就是不起訴 不然就是你起訴 送法院準備去接受審判 對 如果說一個檢察官 他在處理一個刑案的過程裡面 他覺得這一個案子 他可能還無法去判斷 這個到底有沒有犯罪嫌疑性 基本上他是不會把他治安去轉成 所以換句話講 東面廣場這件事情 可能因為檢察官經過這麼一個時間的調查 這幾個月的調查 對 那檢察官已經累積了他的新證 而且也一定查到 他有一些確信了 有一些確信 證據資料顯示 那另外也調查了一些資料 對 從 可能從他們的契約 從當開始跟Net的契約 後來他轉給維豐的契約 轉給維豐契約裡面 你為什麼去破門等等這些 他蒐集清楚 經過法律的研判 是 他認為他犯罪嫌疑升高了 是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 謝國良有去開過庭 有去開過庭 他有去開過庭 對不對 那他去開庭 那他很低調 因為他去開庭好像 沒有 他開記者會說 我等一下要去開庭 喔 真的喔 這麼高調 對對對 然後他那一天去開庭 他到底講了什麼事情 是不是也讓檢察官在新證上 更加的確信說 你的辯解是無法讓人采信的 所以他綜合所有的資料去認為說 你這一個案子 你的嫌疑性變強了 所以才轉成真相 我想有個法律概念 我在這裡要探討一下 就是說 事實上 行政機關如果沒有法律依據 是不可以介入民事的 所以不知道觀眾朋友 大家知不知道 有人被勸錢 有人被勸錢要不回來 那你怎麼辦 你能不能請警察去 說幫你要錢 不可以 因為警察不介入民事 可不可以請警察官來幫你要錢 也不可以 能不能請市長幫你要錢 也不可以 因為警察不介入民事 這是一個原則 除非法律有特別規定 法律有特別規定 譬如說 我們以前叫做禁制產 現在就是監護的一個宣告 改為叫做監護宣告 那當然他在一定的條件之下 檢察官 他可以去申請 類似這些 那要有法律依據 明定在法律裡面 那我們知道在民事糾紛 如果你要把一個東西要回來 他現在要有個概念 因為基隆市政府 跟Net的關係 是一個民事關係 它不是行政契約 它是個民事的契約 因為他把這個東西交給他 訂了一個民事契約去經營 然後他拿權利金等等 那你如果要回來 那就是一件事 你要打民事官司 打完民事官司 申請法院強制執行 你才可以去把這個東西 由法官 聽好喔 還不是檢察官喔 是法官 強制執行處的法官 運用他法院的公權力 這是司法權的行使 然後去強制執行 然後把人趕出去以後 再把這個廣場交還給市政府 這是民事的過程 所以市政府雖然是政府機關 可是因為這個關係是民事關係 既然是民事關係 你不可以運用你的公權力去強制執行 因為你沒有強制執行的權利 所以現在人家生氣就生氣這個 那這是個基本概念 彥隆你什麼系的 社會學系 社會系都知道這樣子你看 所以他們很生氣 聽到說這樣很生氣 他才會去要罷免他 當然那你們除了這個理由 還有什麼比較 你知道我知道像苦玲都講了十大理由 對 還有什麼理由 你簡單的讓大家了解一下 其實如果真的要列點的話 我們完全可以洋洋沙沙列格 可能十幾二十點 竹房不及被宅 對對對 真的太多了 就是就像可能每一次受訪講了幾條 然後一下節目就會發現 我好像又少講了哪些這樣 那其實當然商場這件事情 會是一個開端 那我們有這個開端之後 我們當然就會去查說 這位市長可能他過去提出來 什麼樣的政策 然後他接下來準備怎麼做 這個都會是 你要先有一個注意點之後 你才額外會再去做研究的 那其實後來陸陸續續的 不論是他最一開始想要在 基隆的國門廣場 可能蓋一個鋼井樂園 然後就提出想要在那邊建一個 四十米到六十米的摩天輪 那其實這個也是經過很多市民的長期抗議之後 現在雖然已經取消了 但畢竟他最初是有過這個想法的 那我們其實也會擔心說 如果今天市民沒有站出來 那是不是今天整個基隆的市井 就會被破壞掉 你知道這個想法多離譜 你知道嗎 他當時說要變多少錢 兩千三百萬 兩千三百萬 在我們全國第一有個節目 我在第一時間聽到這個訊息 你編兩千三百萬要做摩天輪 當時我們當然 我們的來賓裡面也有藍寧的名義代表 他說這很好啊 怎麼樣怎麼樣兩千三百萬編 那我就問一句話 我說做一個摩天輪要多少錢 你們知不知道 我問他你們知不知道 兩千三百萬夠了 你看一個摩天輪看起來很簡單 譬如說我們現在 我們有很多的摩天輪 譬如在台中的樂園 內湖的一個廣場 有那個摩天輪 我問說那個摩天輪一個多少錢 你們知不知道 他說不知道 兩千三百萬夠嗎 不夠 他說差不多啦 他們竟然說差不多 我說謝國良 你去讀點書 去研究一下好不好 一個摩天輪 二十年前 最便宜最便宜 多少錢你們知不知道 兩億多 兩億多 就要兩億多 你編個兩千三百萬 說要做摩天輪 第一個 你在講笑話 第二個 你的維護費用哪裡來 因為基隆是海港 對 那個摩天輪 半年不能用 耗損會非常大 還有冬天 風很大 可能沒辦法做 難道你冬天 到了春天想要用的時候 你單單喊風的腐蝕 所以那個維修維護 非常費用非常非常高 非常非常高 對 勇哥我跟你補充一下 在議會審這一筆預算的時候 他還跟我們說 我們要打造像 任任艾斯 那樣子的一個摩天輪 那個叫胡說八道 我就直接跟他講 你知道任任艾斯 造價多少 五百萬美金 你的兩千三百萬怎麼夠 要做什麼 怎麼夠 所以我說 謝國良是胡說八道 謝國良是不是受了馬英九的影響 我不知道 馬英九曾經要把圓環 變成什麼 把台北 也覺得台北是圓環被他毀掉 沒了 沒了 他當時馬英九是做什麼 他是要做說像 波士頓一樣的 可以坐在那邊喝咖啡 像玻璃屋這樣子 你知道波士頓是什麼天氣 台北是什麼天氣 你玻璃屋那個有 有那個 加熱 熱效應 然後最離譜的是說 那最後變成還是做美食廣場 結果最好笑是 美食廣場做好了開幕了 沒有接瓦斯 沒有自來瓦斯 所以呢 要去扛 桶裝瓦斯來煮 然後扛了桶裝瓦斯來煮 沒冷氣 因為是密閉了 太熱了 溫度太高太高 所以啊 臨時再裝冷氣 然後每一個攤位小小的 大概三瓶左右的攤位 每一個要負擔三萬多塊的冷氣費 所以呢 攤販跑光光 因為行李做不起來 最後變成什麼 人妖秀 找人妖來那邊做秀 最後人妖秀也失敗 最後 把我們台北 台北人 台灣人的記憶的台北廣場 圓環 這個圓環就毀掉了 所以現在已經沒有圓環 沒有了 對 中山橋也是這樣毀掉 都是浩大喜功 沒有做研究 謝國良跟馬英九 差不多同一個樣子 連一個摩天輪多少錢 他都不知道 最可惡的是 這個計畫 從頭到尾 就是謝國良自己要做的 他在今年 竟然請他的發言人來 開了一個記者會說 從頭到尾 沒有說要做港警摩天輪 這是這個這個這個謠言 這個是錯假訊息 我覺得他們的一個做法 是非常不恰當的 他發現現在被挑戰了 他根本無法做 然後他就說別人是錯假消息 是變錯假消息 對 所以我要讓大家來看一下 謝國良被控的這些相關的案件 其中最嚴重的我認為就是這個強大案 東安廣場 我們先來看個相關報導 今年二月一號凌晨 基隆東安商場四樓門鎖突然遭到破壞 大批警力開門進入 員工錯愕不已 那些委任律師更是當場槓上 市政府人員 市府突襲基隆東安商場二到四樓 槍刑點叫接管引發那次強烈反彈 提告基隆市長謝國良涉犯強盜罪 案件如今轉為真治案偵辦 那些律師要求謝國良別再神隱了 他將整體的案件轉為真治案 那也就表示依照謝國良市長的定義 這個犯罪的特定人士已經確定 第二個部分犯罪事實也已經特定 謝國良市長神隱至今不敢承認的是 到底是誰下令誰指揮 攤開基隆市長謝國良面臨的三大案 除了動案商場接管爭議 被控強盜 強制 竊佔 毀損 侵入住居等五大罪名 基隆地檢署認為對象特定且事實具體 從原本的他自案轉為真治案偵辦中 因為針對電動車補助計劃案 謝國良被民眾告發涉嫌突利特地廠商 目前分他自案偵辦 至於非會處理招標案 謝國良也遭到民進黨市議員鄭文婷 控告涉嫌突利廠商依舊是他自案被告 沒有人敢勇敢承認這個破門的強盜 行為是由誰而來 導致現在有個狀況 可能在這個真治案的狀態之下 基層員警被迫要去執行這樣的公務的時候 會不會變成市長的替死鬼 他自案轉為真治案 並不代表檢察官已經認定市長設有罪嫌 也可能不起訴處分 會由檢察官依照調查結果做最後決定 針對動案商場案 內政律師也要謝國良 不要想模糊焦點 把大陸公司向基隆市府追討新建費用敗訴 來跟基隆動案商場 二到四樓所有權和產權混為一談 成了真治案被告的謝國良 未來會不會起訴 外界都在等答案 我要請教一下我們彥龍 年輕人我想聽到幾件事一定會覺得蠻有趣的 第一個 蝙蝠會不會生蛋 第二個 為什麼裡面基隆要鋪那麼多人工草皮 甚至聽說連地下道曬不到太陽的地方 他都鋪人工草皮 我不知道為什麼 最近掀起來了 最近又掀起來了 鋪了再掀起來 那請問這個錢誰付 市民買單 市民買單 我請謝國良他們家族自己付錢 他舅舅那麼大的公開上市公司 台坡對不對 他家是銀行 他家還有大魯閣 這麼多的公開上市公司 他各個涉及內線交易 他媽媽也涉及內線交易 那你涉及鋪人工草皮再拉起來 這些讓他們家庭人自己付錢 所以年輕人聽到這些消息 我又聽到說本來說送你們狗狗肉 然後現在聽說限量本來說無條件 現在有條件 然後又變無條件 他到底在搞什麼 你們年輕人到底有沒有去申請 以我自己來說 就是我自己是沒有啦 但身邊其實就我們有蠻多可能志工朋友 他們就說 既然都有這個機會 那我不申請白不申請 反正他都要送我了 那我就去申請 可是其實這個也要注意一部分 是他這個政策前前後後 其實他說改了兩三次 就是從他最一開始在選前提出來的證件 是免費送青年機車嘛 那後來上任之後的電動機車1.0 那就是要綁五年的公益合約 強制太久換新 然後有限定品牌 然後再經過罷免升溫之後 把他從三月的時候轉為2.0 那2.0就是一樣有限品牌 但是不綁公益合約 然後月資費全滅 然後但是也不強制太久換新 但如果你要太久換新的話 可以有一萬元的獎勵金獎 那到 月租費全滅 也就是說連汽油都幫你買了 因為他是用電的嘛 所以電費也幫你出了 對對對對對 燃料費都幫你出了 哇 那你們第二階段罷免成功 搞不好就送送Tesla 但其實就是因為其實二階段 因為這樣子就有非常非常多的民眾去申請 所以其實七月份就要直接轉成三點零的方案 那三點零就是很多人提到的 夠了 終於要出現了 可是他就不是月資費全滅 你的月資費就是要要付 而且你還是要有太久換新的動作 本來不要現在要 對 現在右邊要 而且就是限量的 所以才會有什麼 限量 限多少量 二十臺 所以才會有 二十臺而已 每天 每天二十臺 一個區公所 安樂區是三十臺 安樂區人比較多 三十臺 其他的區是二十臺 所以讓民眾每天 半夜就去排隊喔 半夜都是夜排的 因為只有二十量當然要去排隊 所以因為太多就是夜排也有爭議 比如說什麼可能我排第二十個 然後但排第十八個 他一次申請三量 那我就是排一整夜 但我就沒有了 為什麼排第十八個可以申請三量 就是他們 可能三個人 對啊 他自己 他妹妹 他哥哥 他姐姐 他全家都年輕人 因為他兄弟姐妹都申請 對 所以他們全家都有 對 然後別人家就沒有 對 所以其實在 他為什麼不用網路申請 現在 禮拜一開始 禮拜一開始 因為被攻擊了 被攻擊了才網路 對 而且他這樣子產生一個爭議 就是說變成帶排隊的這樣的產業 又產生 帶排隊有錢拿 對 大概一個小時五百五百塊 然後從前一天晚上十點幫你排到第二天 早上八點 那十二個小時 十個小時 十個小時 五千塊 幫你排十個小時五千塊 對 哇他在 連我都想要去幫他 想要創造就業機會就對了 所以謝寡良在創造就業機會 對 所以就被攻擊的蠻嚴重的 去排的人 自己也沒有機車 因為如果阿公阿嬤去排 他又沒有資格有機車 他五千塊也要 也要多少錢 不過賺了五千塊 一樣要去罷免謝寡良 為什麼 我排那麼久 才賺五千塊 我為什麼沒有一輛機車 對不對 而且其實還 就是有照片傳出來 就是有人一領完 那個電動機車 就直接寄到外線室去了 最後也不是基隆的在地青年在使用 擰到機車 寄到外線室 對 就可能是 也不清楚 到底是賣出去還是給出去 但反正他就是有一個 把他寄到好像頭份的樣子 就是有一張照片就領完 頭份是苗栗 對 然後所以就我們也會質疑說 那你在 既然你當初提出這個政見 你的期望是你想要幫助基隆的在地青年的話 可是我們後來看到的 成效卻仍然不是可能基隆在地市民 針對這樣有受益的話 其實我們也會很質疑說 那你當初最一開始 你提出來你到底有沒有做出完整規劃 或你是不是有一個 沒規劃 因為從謀天倫的事情 我就證明一件事情 謝國良是個公子哥 他不會規劃事情 對 他如果會規劃就不會產生 一點零 二點零 三點零 對 一會兒要做公益 一會兒不要做公益 一會兒什麼不要不要燃料費 再來要燃料費 一會兒什麼一大堆 他就不會這樣子的 對 所以他的政策 一改再改這件事情 其實也讓市民覺得蠻困擾 就是因為我們有持續在追 所以我們知道七月份要變三點零了 那如果今天不是一個很即時收到消息的市民 其實他們就會錯過了選擇的機會 七月份變三點零 叫做明天喔 今天是六月三十 我們節目 對對對 他七月一號開始 本來不是 應該是說二點零的 可以在七月一號用上網的方式去登記 因為本來排隊嘛 大家排的叫苦連天 所以七月一號開始二點零的 你可以上網去登記 登記之後他找律師 來抽籤 看總共可以 找律師來抽籤 就是見證啦 表示他是這個是公平公開 和這個公正的 不過我覺得很奇怪 臺北市政府什麼啦 我也當過臺北市的議員 臺北市如果有什麼活動要抽籤 不必找律師啦 為什麼 夏國良你不是你自己法律人嗎 你自己來抽就好啦 為什麼人民不信任你 你還要找律師 這表示夏國良沒有公信力嘛 那為什麼台北市政府不用找律師 那新北市政府不用找律師 你基隆市政府要找律師 那就是表示你基隆市政府沒有公信力嗎 我突然間想到這個問題 可不可以這樣解釋 他本來就沒有公信力嘛 已經三大案的被告啦 不過我還有一個比較有趣的 嗯 蝙蝠會生蛋嗎 可能在他的世界裡 在他的公子哥的世界裡蝙蝠會生蛋 就其實 蝙蝠是撲弩類動物 你沒有聽過 蝙蝠會飛 他到底是撲弩類還是鳥類 這個故事 他小時候都沒聽過嗎 所以蝙蝠會生蛋嗎 他他他他 因為他很小就去美國念書 蛤 美國的蝙蝠會生蛋嗎 我也問這句話 蛤 蝙蝠 美國的蝙蝠會生蛋嗎 他去美國念書 所以他自豪的就是英文很好 其實就是 就關於市長 就是這個人本身 就不 像我們其實從最一開始 說要發起罷名 就一直在被說沒有正當性 像柯文哲就直接說 法律問題交給法律解決就好 那現在包含市府的發言人 他們也是說什麼 就是大日公司已經敗訴 即便很明顯的 他就是把重點擺錯 因為我們一直以來在乎的 都不是大日公司 政府合約 而是關於他闖進商場這件事情 是 對 那我們就會開始說就是 其實你對於一個政治人物的期待 不可能只是期待說 你不要犯法就好 如果我們對於他的期待低到只有 他不要違反法律就好的話 其實這個是期待值太低了 所以 因為像我自己是念社會學的 對於這個人 我其實除了東岸商場闖進去 這件事情很生氣之外 另外還有一部分大家都拿來當笑話講 可是其實我很生氣的就是那個快樂的成年人 快樂的成年人 對 因為他其實 他在直播內容上面 他講的事情是 他覺得因為他家裡經濟穩定 所以他不會去做出對社會不利的事情 身為一個市長 他這一段話其實很明顯是直接忽視掉了社會階層上面的不平等 而且他其實我們可以說他是身在金字塔頂端 那我們其實很難期待這位市長可能可以看見市民的需求 或是當市民需要幫助的時候 他可不可以提出相關的社福政策 都是我們會非常懷疑的 對 因為 剛好社會系的 是 我也讀過社會系 是 勇哥我查 所以我來 我來 接他的話講一下補充 是是 社國良 拜託給他一點點主 在社會階層的理論裡面 社會階層告訴你 一個人在社會階層的哪一個地方會受到尊重 不是只有錢 我們知道以前有很多台大的教授 中興的教授 政大的教授 很多學校的教授 不管是國文系英文系或什麼系 不管是法律系政治系 很多教授是兩袖清風 可是他在社會上 有很高的評價 金錢只是一個指標 學歷 人格 你有做多少社會服務 每年提供多少時間去做公益事件 你提供多少多少多少 所以社會階層是有很多因素去評分出來的 金錢只不過其中一個 所以當謝國良的快樂成年人 你講這個其實我也很生氣 因為他說 我們有錢人 他家很有錢 所以他不會做壞事 對 那像我 我從小家裡很窮 所以我讀師專 我讀師範學校 為什麼家裡沒有錢給我讀書 我只能去讀那個免費的公費的 你意思說我們會做壞事嗎 這是第一個 我要挑戰他 第二個 你很有錢 你媽媽有沒有錢 你的錢是你媽媽跟爸爸給你的 你媽媽很有錢 謝國良媽媽媽很有錢對不對 謝國良媽媽媽有沒有涉及 內線交易犯罪 有沒有 他哥哥有沒有涉及內線交易 他哥哥比你更有錢 也是股票公開上市的公司的老闆 有沒有涉嫌內線交易 所以謝國良 你是在 你是在偷臭你的媽媽跟你的哥哥嗎 你偷偷在給你媽媽跟哥哥一巴掌嗎 你媽媽跟哥哥涉及內線交易 什麼叫內線交易 內線交易就是詐欺的一種 是 就是詐欺的一種 所以我聽到這個也很生氣 難怪你們年輕人生氣 法律人更生氣 是 因為犯罪裡面 很多的 很多的階層是有錢人的犯罪 財產型的犯罪 財產型的犯罪 甚至很多講的難聽話 很多社會性的犯罪 都是有錢人幹的 都是有錢人幹的 會說謊話的 不是沒有錢的人才會說謊話 像謝國良這種有錢人也會說謊話 他爸爸他媽媽 不是他爸爸 他媽媽跟他哥哥就是 內線交易 本身就是偽造人書跟一種 詐欺的行為 投機取巧 他利用他的身份 他能夠得到這樣的一個消息 然後去賺錢 進到自己的口袋 他賺的錢就是散戶的錢 是 那不就是騙了散戶嗎 不就是詐欺嗎 是 所以啊 漏稅罪也是一種詐欺啊 是 因為他騙政府的稅金 是 該交不交 叫做消極的 是 犯罪行為 所以啊 這也看得出來 所以 站在議員的立場 律師的立場 你聽說剛剛 年輕人說快樂成年人很生氣 你感覺什麼 我想要跟觀眾朋友講的就是說 我對於謝國良這個人 我一直覺得他不夠慈悲 為什麼 就像剛剛講的 我是一個快樂成年人 所以我不需要去做什麼事 那你等於把人做了一個階級的一個區別 這表示在你心中的價值 人是有這個階級的 那你在你的施政上面 你就也會做一些階級的一個區分 就在你的價值觀裡面 那我為什麼說他不夠慈悲 他對許多的市政 他不夠了解 那他輕易的把東岸用30年把它委外出去 他有沒有去思考 而敗訴 錯 就是因為林佑昌 他所有的思想 他所有的脈絡 都是為了要保障基隆人的權益 所以在合約裡面 跟大日定合約的是林佑昌時代 林佑昌要求你大日 抱歉 要增建二到四樓 你出錢 產權我基隆市政府無償取得產權 否則你今天基隆市政府 你憑什麼可以打贏這個官司 這是林佑昌在當時鋪陳出來的一個合約內容 那再來為什麼大日他來跟市政府要求 他說大日說我花了九千多萬 那我跟你市政府要求五千萬回來 那當然就敗訴了嘛 因為產權是基隆市政府的 而且林佑昌在合約裡面還要求 你最少要五千萬 五零五零萬的這個權利金 如果你的營業超過一定的水準 我還可以抽你變動權利金 結果你謝國良你給了微風什麼樣的條件 你的權利金有五零五零萬嗎 每年沒有 沒有耶 他講的六千多萬被人家打得七分八數的 1920萬被鬧了一個大笑話 你所有的決策都讓人家看到 你不是為基隆人民在設想 你所有走過的痕跡都不是在為人民設想 可是林佑昌走過的痕跡 讓我們從後來去檢驗當初你做的一些決策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你為什麼做這個決策 你就是要確保基隆市政府立於不敗之地嘛 不然你今天謝國良你憑什麼打贏這個官司 所以我說謝國良問題多多在這裡 謝國良濫用公堂 我為什麼說他濫用公堂 那我們來看一個最近相關的報導 他花了很多錢 每個月十億萬去請了一個所謂的大使 那個大使叫楊寶貞 是 明仲堂的 是 而這個大使每一個月薪水十億萬 他這個大使叫做說是一個契約的 政策推廣大使 所以換句話講不必上班的 是 不必上班每一個月領十億萬 我們基隆市的公務員哪一個人 可以不必上班每一個月領十億萬 告訴我 我們議員都沒有 基隆市議員每個月薪水八萬 沒有沒有沒有 六萬多而已 才六萬多 我一直認為八萬 沒有沒有沒有六萬多 那是我記錯了 是 未來才會有 對差不多 我一直在想應該八萬 對對對 台北市議員十二萬多 快要到十三萬 因為他是院俠市 對 因為我當過台北市議員所我知道 你要知道 基隆市 基隆市 基隆市的局長 可能大概就是十萬多而已 將近十一萬 甚至有一些局長可能就是跟議員一樣 因為局長等同議員 大概就是八萬塊左右 他竟然請了一個所謂的這種大使不必上班是十一萬 我怎麼想都想不通 這第一個 而這個也是蝙蝠會生誕其中的一個天才的大使 而這個大使最近聽說去主持節目 對 主持節目 如果他要當這個大使 他照理講你要擰十一萬 要等同公務員 你要跑去 他可以這樣兩頭賺嗎 我覺得很奇怪 我們先來看個相關報導 說必臉頰愛心 楊寶貞以基隆政策推廣大使的身份 出席基隆青少年表演培訓課程說明會 不過他竟然還有個身份也引發關注 歡迎收看保證選新聞 又到了每週一到週五的傍晚五點到六點直播 開啟帶狀節目 一週五天直播上現場 這讓民進黨市議員們實在看不下去 我跟市府這邊算是這個簽合約 然後來進行合作 那所以其實我並不算在府內的編制裡面 我這個主持我也算是接案的性質 所以其實兩方面沒有任何的關聯性 然後他們也沒有任何的衝突 基本上對於這個基隆府方這邊 他們所安排跟指示的活動記者會 我都會全力配合 我的社群上大家都可以看得見 所以我覺得有心人士 可能就不用特別混淆視聽 然後甚至想要去試圖帶風向 楊寶貞撇清不過基隆市議員 張浩瀚在脆上發文痛批 楊寶貞自己開節目發文的頻率 比宣傳基隆還多 網友也紛紛留言 所謂發言人就這樣嗎 藍白的仇雍真棒 原來轉發影片文章這麼好賺 也有人酸他 從詐騙集團跳槽到詐騙政黨 也沒有比較好 所以我們也不禁質疑 這樣的一個政策推廣大使 他的執行的一個效益 到底在哪裡 二來是我們當初就已經質疑 這根本就是為楊寶貞 量身訂做的一個具體的一個標案 並不是市政府編制內的公務人員 所以沒有兼職問題 市府發言人也跳出來幫忙辯護 基隆市府的多事之秋 想必讓正面臨罷免風暴的謝國良 一個頭兩個大 我們現在年輕人大學畢業去找工作 一個月可以有多少錢 大家去思考一下 你如果到一些大公司去 你一個月能夠領多少錢 而這個楊寶貞 可以當所謂的基隆市的大使 請問到現在為止 他為基隆市做了多少事 要問這一句話 最第一件事情讓大家印象深刻 叫做蝙蝠灰身蛋 然後呢 把一些新聞轉發一下 然後一個月可以領十億萬 十億萬喔 然後現在再跑去 友台主持節目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對年輕人來講 那種相對剝奪感的那一種 感覺極為深重 而且我也要問一下謝國良 問一下楊寶貞 你們的臉 臉皮到底有多厚 我真的要問你們這一句話 你們臉皮到底有多厚 怎麼做得出這種事情來 年輕人看了不會生氣喔 就關於基隆的城市發展這件事情 因為外界對於基隆的印象 一直都是又老又窮又會下雨 然後一到冬天就發霉這樣 所以基隆市這個城市的 不管是他的好或是他到底有多漂亮 這件事情一直會是基隆在地人 想要推廣出去的 所以其實當初 謝國良在上任之後 他有做一個決定 就是他想要把關銷處廢除掉 就是觀光行銷的部分 然後他的理由就是說 真正好的城市行銷 是不用特別去說的 不用特別說 那幹嘛收一個大使 他當初想要廢除關銷處的理由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他請了一千兩百萬的城市代言人 然後包含現在楊寶貞的一百三十二萬 其實就跟他當初所說的這些話有所衝突 而且說真的 我都認為我們每一位參與罷免的志工做的 基隆市宣傳都做得比楊寶貞好 他每天就是在他們的社群媒體上面 可能帶著罷免相關小物 然後開始介紹美食 就跟美食合照 然後告訴大家說 我今天吃了什麼基隆很好吃的東西 或是我今天去的基隆哪裡玩 這些東西 我覺得都做得比楊寶貞好上幾百倍 楊寶貞所做的 就不過就是轉發市府的鐵網 他甚至連出席活動 他都沒有出現 那當初合約上所說的 一個月必須出席市場的活動 其實我們也都不見人意 一個月出席幾場 市場 市場就可以一個月領十一萬 差不多了 你們臉皮是這樣子喔 市場可以領十一萬 這個市場 一開始他的合約 他的招標公告上面 一開始有市場 後來修正過後 那個市場又不見了 然後市場也不見了 所以連一二三四市場都不一定要來 對 但大家如果有看到粉絲專頁有一個 粉絲團叫做基隆市政府澄清專區 在我們提出罷名後才出現 就是他號稱會針對假消息去做澄清 如果大家翻到跟楊寶貞有關的那一條 還會看到他上面也有寫說 他一個月必須出席市場 對 但我們現在依然沒有看到 市場也沒看到啊 對 沒有 那一個月領十一萬 對 他第一個月五月份的時候 只有一場嘛 只有一場 一場就領十一萬 對 你看那個對年輕人來講 你知道基隆的年輕人 每天睡不飽要去擠公車 然後塞車到台北去通勤 然後每天這樣日復一日 他一個月才領多少錢 可是楊寶貞這樣子 他一個月可以領十一萬 然後你質疑他說 你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是跟基隆政策推廣有關的 他還可以大剌剌的說 我是接案性質的 我就是案件記仇 然後你真正去算他 到底你接了幾個案 一個案子 你一個月可以領十一萬 這真的是太離譜了 我們基隆市所有的公務員 都應該出來罷免謝國良 因為你把謝國良罷免掉 楊寶貞這個事情就可以解決掉 你們才會那種相對剝奪感 那種憤怒感 你們才有地方 真的來把它小套一下 我們一個警察那麼辛苦 包括加班等等 一個基層警察 資深的才領到八萬 可是一天要工作十二個小時 而且工作危險性要帶槍 會碰到強盜碰到什麼 這是我們的警察兄弟 是這麼辛苦 消防兄弟也大概是這樣子 也大概七八萬 有多少消防兄弟 去跑到火場去救火 我告訴你 沒有一天沒有火警 我不客氣的講 全台灣 我當內政部長曾經講過 有哪一天如果沒有火警的話 那一天我要請我們消防署同人吃飯 我都沒機會請他們 因為沒有一天沒有火警 沒有一天沒有火警 我們的消防隊員是這樣 在重繁 texto 他一個月頂多四場 現在一場才一場 一個月領10億萬 鄭須稍請稍稍假喝喝 還吹冷氣 吹冷氣 吹冷氣 您的錢比我們消防警察還多 對 我才想不通 這樣預算 你們市議會也過了 沒有辦法 我們民進黨團舉手都舉輸人家 你們連腳出來都輸了 不要說舉手 現在我們來提一下 基隆市議會 國民黨幾位 國民黨十二位 總共多少位議員 總共三十一位 國民黨十二位 五黨幾位 國民黨十二位 民進黨十二位 其他五黨跟這個清明黨等等的 七位 可是這裡面幾乎都是清謝國良 對啦 因為這些五黨籍什麼都清謝國良 因為都是 就像 因為他有行政資源 他 他可以 跟立法院一樣 看起來他五黨籍 五黨籍其實就是國民黨 而且有時候比國民黨還國民黨 沒錯 就是這樣子 真的 真的 所以 抓手抓手 沒辦法 是 沒辦法 你們年輕人現在怎麼辦 基隆的年輕人這樣講起來 會正經沒見到呢 因為我現在大學四年級嘛 那 在我成長的過程中 就我一直還滿期待可以看到基隆的在地創生可以做起來 就也滿多基隆青年一直很想要做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想要推廣基隆在地的東西 然後可能我們想要發展在地特色 但這些東西 其實沒有什麼機會或沒有什麼資源去做這些 包含像 可能大家近期比較瞭解的就是 基隆有一個廢棄的國小改為書店 就是那個太平清鳥 它其實是一間廢棄的國小改建的 但它其實就會是一個很好在宣傳這個城市的一個區域 因為其實在那個書店看過去就是基隆港 它其實就是一個很漂亮的港境 而且晚上包含看夜景什麼的 它其實是一個很有特色的地方 可是我們其實看不到 它可能 我上一次去是在那邊辦城市博覽會 所以我去那邊看一些展覽 那是林宥昌辦的 對對對對對 但是在這幾年就是我看不到任何的 因為那你講的這個也是林宥昌做的 對對對 都是林宥昌做的 那現在我其實看不到任何在推廣基隆在地的特色 或是推廣基隆在地 到底未來有什麼樣的前景 可以讓年輕人知道我願意留在這個城市 或是我願意幫這個城市做什麼事情 但現在我們面臨的狀況就是 年輕人就是到雙北去 不管是念書還是工作 都是往開始往外地跑 所以這也是我們在進行 罷免一個比較困難的一個部分 就是我們基隆在地能接觸到其實長輩 那這些長輩他們收集到資訊的管道 可能頂多就是譬如說新聞媒體 但是我們可能年輕人擅長的是網路的社群媒體 那我們在宣傳這些資訊 或是告訴他們說 謝國良今天到底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其實是打不到這些長輩的 對 所以其實我在基隆進進出出很久了 因為我的碩士博士都是在基隆念的 我在國立海洋大學念的 我又在國立海洋大學當教授 所以其實我們每個禮拜都要去海洋大學 我要去教書 要去研究所上課 其實幾十年來 基隆完全沒有改變 一直到八年前 十年前林宥昌當市長以後 開始大改變 林宥昌當了兩年的市長 接下來就是當然小英當總統 全力的支持配合 包括把軍隊海軍的港口做移轉 包括郵輪的進來 包括整個基隆港前面廣場的整個的 煥然一新 包括東安廣場整個的改變 以前 我講實話 我以前也要去基隆廟口 要吃個東西 我車要停在那個停車場 就是舊的東安廣場停車場 你知道嗎 我曾經停好車 門一開 腳要出去 差一點踩到一坨 有人在那裡 大小便的 我跟我太太 趕快起來 可是現在 因為很亮麗 就不會這樣 這是在林宥昌的時代 那我不知道 基隆到底的改變 基隆人民 應該是怎樣做一個評價 不過這一次的罷免 似乎碰到了很多的困難 聽說 罷免行動要租個場地 要去借個地方 都借不到 要去租個看板 都租不到 甚至連警察 都進來干涉 這是怎麼一回事 我想 國民黨對於跟自己不同立場 不同聲音的一個處理方式 從過去到現在 始終沒有改變過 他們就是 只要你跟我立場對立的 我就是不讓你可以活下去 那包括上個禮拜的這個公民開獎的這一個場地 他們也是有找我們服務處幫忙 那我們有給予協助 然後他們才順利的 才終於順利借到 借到這一個場地 因為之前我聽到就是他不借給你 就是不借給你 然後像他們要設連署 連署站 或連署點 很多民眾很熱心願意提供 但是可能就被查水錶 所以民眾也會搜索 搜索 對 就手就不敢伸出他們的援手 因為基隆的阿公阿嬤畢竟比較保守 對 因為基隆畢竟這幾十年來講實在話 因為就是維持這麼一個狀態 對 灰灰暗暗的 因為下雨早期 所以說你講的 到了冬天就是發霉 對 夏天是天天下雨 就是漁港 但是下雨有下雨的美麗 你要會去推廣 就像以前北海道 冬天都是雪 雪有什麼好看的 所以以前早期北海道 冬天是沒有觀光客的 後來日本說來這裡看雪 看冰 結果現在冬天去北海道 你看多少人 同樣基隆也可以用很多方式去推廣 可惜 早期 市長都是國民黨人 除了其中有一任李靖勇 當了四年的市民進黨以外 都是國民黨人 是 結果都沒有進步 是 其實在林佑昌市長時期 也會把雨當作基隆的一個 一個推銷 對 他就說 浪漫的雨 你看看很多日本 你的浪漫或什麼 很多日本歌 很多日本歌 你可以看到 歐斯卡 西古雷 你看到很多西古雷 西古雷就是毛毛細語 毛毛語 所以你看看日本很多的演歌 都是在講毛毛細語 對 情人 男女朋友 那一種 讓你會很想說 哎呀我們也去 林個毛毛細語 這是 大阪 對 就是這樣推銷的 對 以前的伯多 是 福岡 對 福岡 等一下日本 奇怪 他們都沒有用這種心在處理事情 所以基隆沒改變 一直到林佑昌這八年才有改變 對 其實我覺得謝國良他太過剛愚自用 只要是林佑昌重用過的人 或者林佑昌施政的重點 他就一概不要 他一概不要 其實事務官才是我們國家的 沒錯 沒錯 因為你手掌會換人嘛 可是只有這些事務官才知道 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 什麼東西可以把它做好 為什麼能夠做好 那我覺得這是他的敗筆 那我覺得這個 我們這些公民團體 這些年輕人 在這段期間展現的韌性 是讓很多基隆人感動的 不管下雨天也好 不管大熱天 像這種天氣三十幾度的大熱天 臺北下午的時候還會下雨 基隆是沒下雨的 可是他們還是在頂著大太陽 在街頭小巷 他們都在那邊 拜託人家 願不願意來連署 我覺得他們的這一份精神 是感動許多基隆人 基隆其實是一個很漂亮的港口 你要會去欣賞他 對 他的豆腐家 你到和平島等等 很多可以漂亮的地方 非常多 如果不是這些年輕人的這些熱情 他們對於理想的這一個堅持 我相信沒有那麼多人 會去被他們感動 所以漂亮的地方 漂亮的港口 漂亮的城市 必須要有個有能力的來年島 是 沒錯 而今天基隆碰到的就是 大家認為 這個人太沒有能力了 剛愎自用 而且 我講個難聽話 大言不慘 然後呢 亂花公堂 反正錢是國家的 不是他的 可是他又很會利用 他對女兒的關心等等 去博得 很多人以為他是一個好爸爸 好爸爸就一定會是一個好市長 錯了 未必 一個好爸爸不一定是好市長 因為女兒是你呢 你當然愛嘛 我也很愛我的女兒 每個人愛自己的女兒都是正常的 疼自己的女兒都是正常的 可是他就是一個 不正常的市長 才會去想要做什麼摩天輪 什麼蝙蝠生誕 所以從這裡來講 你們共鳴團體 碰到了這一些困難 我聽說碰到了這一些困難 那你們 用什麼心態去面對 尤其我聽說 有很多警察對你們也不是 很友善 不客氣的時候 我聽得很難過 因為我當過警察的大家長 我當過內政部長 其實我們警察同仁是很棒的 但是他們是因為 他們是紀律部隊 一個動作一個命令 所以當市長指揮不當的時候 我為什麼很生氣認為說 警政署要介入 內政部要介入 因為警察是一條片 如果 基隆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指揮警察 不當使用警力 指揮警察不當使用警力錯誤的話 警政署跟內政部要出來講話 而且你才能夠改變它 因為如果警政署跟內政部的命令跟市政府不一樣的話 對不起要聽警政署的 所以台北市警察局 他們的命令跟市長的要他們做什麼事 而這個做事的命令跟警政署不一樣的話 對不起 要聽警政署的 因為警察是一條片 是要聽警政署的 所以為什麼我那天聽到這些警察 我第一個 我替警察同仁感到不捨 被他們濫用 第二個 我覺得 這是市長的問題 所以警察同仁也很辛苦 所以我看到你們好像碰到了這些困難 也讓我們觀眾朋友瞭解一下 就是當然我們一個就是 我們的連署站很容易被警察關心這樣 那關心當然是也有善意的啦 就是也會說 就是可能有一些糾紛什麼的 就可能也會來關心一下 就是畢竟我們的連署站也會遇到反對者這樣 那有時候像我們有一個連署站 其實是早餐店 因為我們都會跟店家合作 那他就是把桌子放在門口 就都擺了一張桌子 然後讓大家可以去那邊簽連署這樣 那警察就有過來說 你們這樣就是擋到棋樓 必須撤掉 但蠻有趣的事情是 其實那張桌子已經擺了兩個月了 但他是上週才來 上週有 前兩週剛好青鳥活動有到基隆辦選獎 就在那個的同一天 我們早上有在外面的志工被警方關心 我們的連署站被警方說你們這個桌子要撤走 然後晚上被命令說 你們這些穿著背心的志工不可以靠近活動場所等等 其實都在同一天發生 所以面對這些警察 我們都知道基層警察很辛苦 就是我們當然有面臨到那種可能很不客氣 一上來就是要求你一定要交身份證的這種遠景 可是我們也有遇過就是他可能前面一樣就是說 我就是例行公事 我就是要求你們要報到身份證字號 但結束他們要離開的時候 就把密錄器關掉 然後就說就是辛苦了 然後他們再離開這樣 所以我們很難去直接指責說 這些警方到底是絕對的惡 警察是個紀律部隊 所以他們去這個是不得已 因為上面給他命令 所以我為什麼會說警政署跟內政部應該要介入 因為這就是謝國良不但使用警力 他不當使用警力 沒錯沒錯 所以這個其實有機會在議會也可以質詢 他 是 這種不當使用警力的話太離譜 沒錯 就像現在東岸商場 這一件事情搞到最後變成市長沒有下令 那你分局長你自己去的 分局長不可能自己去 因為分局長要去做這個行動 要跟局長報告 因為警察局長也不在場 那警察局長不在場 指揮官就是分局長 然後最倒楣的是那一個分局長 他才來兩個 兩天而已 分局長受誰 受誰指揮的 他們不敢講嘛 一定是局長能夠指揮分局長 這個我當部長我睡熟了 能夠指揮分局長 那一定是局長跟市長 因為他們那天晚上有在市政府開會 有市政府做 謝國良說那一天他請假 可是事實上那一天晚上十點 他進到市政府去參加他們的勤前教育 對 因為出勤之前都有個勤前教育 然後他要講一下注意 他說沒有 我只是去聽簡報 真的嗎 所以顯然謝國良又說謊話 沒錯 就是他下令的 所以我說他非常的不慈悲 你不講你是 這不是不慈悲 這叫無恥 他不敢承認 說謊話當然是無恥 說謊話難道是有恥嗎 沒錯 沒錯 說謊話是無恥 他不敢承認他下的令 然後你放著讓基層的員警 去面對司法 我是不客氣的直接批評他 你有去參加勤前教育 你竟然說你去聽簡報 請問聽簡報 難道你在 他們在做簡報的時候 把你當作路人假 路人矣 誰可以進來聽簡報 我要問這句話 警察要出勤之前 誰可以進來聽簡報 我告訴你 講個難聽話 有時候議員要進來聽 都不給你們聽 沒錯 為什麼 因為裡面涉及他們 秦務的秘密 對 執勤的秘密 對 議員都不給你進來 是 除非是直屬長官 因為市長是直屬長官 所以市長可以進來 當然部長可不可以進去 也可以進去 那局長當然更可以進去 所以顯然 局長是始終都沒有出現 局長很聰明 他知道這個是有問題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 這個是有問題 所以我說這個謝國陽這樣子真的很糟糕 他放著基層的原景 自己去面對死法 他把責任推給 所以為什麼我聽到的是 很多人說罷免他是應該的 我在基隆 我有問了幾個我的學生 當然這幾個學生 這個學期沒修我的課 因為我都教研究所 他碰到我跟我講 老師 可惜我不住基隆 我雖然在基隆讀書 我不是基隆人 不然我一定去林署 我說 你還是可以發揮一定的力量 不過 所以你們碰到這個困難 我看你們面對的不錯 你們至少也能夠 也知道警察 不是他們的問題 對 當然我們從我們的夥伴們 就從這一開始看到警察來很緊張 到現在 像其實昨天 在忠孝東話那邊的夥伴 一樣就遇到 台北市警察的雕然 台北市警察 然後我們的志工也蠻有趣的 他一看到警察走過來 就跟他說 欸你要找我嗎 就是一樣例行公事 就是問一下 就說因為有人報案 來關心一下 然後就講個幾句 為什麼是有人報案 請問 哇 這是言論自由的問題 我要宣傳罷免 這是言論自由 沒有違法 沒有什麼 報什麼案 對 也不必特別 所以我是覺得 這是有人搞鬼 有吧 當然一定有啊 不過 那現在進入罷免時代 有人說這叫做大罷免 因為本來是 也有人這麼講 因為青鳥行動 國會擴權讓人民很生氣 是 那現在申請釋憲 所以大家要罷免立委 就發現立委現在不能罷免 要就任一年後才能罷免 所以明年二月一曜才能罷免 而且呢 有幾個非常非常差的立委 講的話都跟他所學的不一樣 像汪小玲還教授 講的話跟法律人都不一樣的 像這一些 這些又無法罷免 像什麼吳宗憲 也不能罷免 這兩個法律人 這才真正讀法律的 結果呢 講的都跟法律不一樣的 因為他不分區不能罷免 那可以罷免 你要等到二月一號 所以換句話講 大罷免時代的 爛傷的開始 這個爛傷啊 就從這裡開始 就從基隆 所以你們看感覺 會過嗎 我們是還蠻有信心的 就是因為其實 我們在第二階段開啟的時候 我們遇到的一個困難點 就是投論度下降了 但是我們有很多的 基隆的在地長輩 他們第一階段知道去哪裡 以前連署都是等電視新聞播出 然後守著電視在那邊 把連署站的地點拍下來 才知道要去哪裡簽署 所以當第二階段一開始 我們的整體的 不管是新聞 或是街坊鄰居的討論度 下降的時候 其實他們就不太能 接收到管道 所以其實是真的是到 立院這些事情 然後清鳥活動正式開始之後 討論度 我會覺得 我們可以在這個地方 剛好受到矚目 剛好是 因為我們剛好是一個 罷免的進行室 所以當他們想要罷免的時候 我還不能做 那我先看一下 現在正在罷免的發生什麼事情 那我們就可以藉機 再把我們訴求喊一次 那如果今天我們的訴求 真的是合理 而且正當的 那這些人就會接收到 那他們接收之後 就會再把我們的訊息 散發出去 那過去我們可能比較難 接觸到這些街坊鄰居或是基隆市民 他們就再一次順利的 如同第一階段一樣 接收到訊息 你們有沒有聽到有一個 他講說 他講說罷免要連署 我連署過了 他說這第二階段 還要有第二階段 還要再連署一次 要兩次 他才知道說原來連署 還有第一次跟第二次 然後還沒完 最後還要再投票一次 還要再投票一次 超麻煩 所以不要以為 每個阿公阿嬤 他們一定知道 因為其實罷免也是一個 公民權的展現 那我們規定的 這一些法律的制度設計 其實也是很嚴謹的 第一階段叫做提議 第二階段連署 第三階段才投票 對 所以我們的節目播出了 那到今天 到今天其實看我們節目的時候 你們還有半個小時 可以去連署 對 因為到十二點 不過你們連署站 怎麼只開到九點 因為我們都是跟 就真的是比較困難的點 就是我們都要跟店家合作 所以我們就是配合 他們的一夜時間 所以配合一夜時間 不過如果找得到小蜜蜂的話 十一點半交給他都還來得及 因為我們的節目是十點到十一點半 還有半個小時可以輸 或是用記得 其實應該也還是可以 因為我們會 我們預計是七月五號送件 那會說只收到六月底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後面還會需要 整理的時間 對 造冊的行政程序 所以如果是現在此時此刻看到了 然後想要 不管是之後 趕快送去 那我們一樣會收集到 那收集到如果真的不幸 後面要進入到補件的程序的話 其實還是派得上用場 所以蠻有趣的 藉這個機會 當然有不一樣的聲音 人民的決定要不要連署 要不要罷免 我們都尊重 對 就像說投票 你要不要去投票 人民有表達意見的權利 也有不表達意見的權利 這才叫做言論自由 對 像中國 中共 共產黨 連不表達的自由都沒有 他叫你要表達 我們很多藝人就被迫表達 非表達不可 連保持接默都不行 不講話都不行 其實言論自由有兩個層次 大約一個叫表達的自由 一個叫做不表達的自由都可以 所以進入大罷免的時代 所以事實上罷免開始的時候 有人搞錯了 我要把這個要再澄清一次 有人搞錯了 把這個李彥隆當作那個李彥隆 因為民進黨有一個 李彥隆 有一個李彥隆 發言人 民進黨的發言人李彥隆 他也是個律師 他也是個律師 那他也參加過立委的選舉 那個李彥隆不是這個李彥隆 所以有人講說 這是民進黨發動的 其實不是 是這個李彥隆發動的 這個李彥隆 現在還只是個大學生 大士 不過大士是已經成年的 我們如果以前二十歲成年 現在十八歲都成年了 所以他是一個成年人 成年人有自己的想法 這是他們公明的想法 所以那民進黨當然 最後民進黨有議員站出來 包括你也站出來 那為什麼要站出來 我應該這樣子說 從一開始 他們在推這個罷免行動的時候 其實他們就非常介意民進黨的黨公職參與 那我們也盡量在旁邊觀察 因為中就政黨跟公民運動 我們還是要有一個區別 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那為什麼到最後階段 我們要來協助這一些 連署書的一個收集 或者是什麼 因為從開始罷免到現在很長一段時間 我們服務處幾乎天天接到民眾來問說 哪邊有連署站 哪邊他們可以去拿連署書 那你們就是選民服務嗎 我們 我們那時候完全 完全沒辦法 完全沒有介入 完全沒有 也沒有做這個服務 連提供給他們 我們都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但是已經到後期了 很多支持者反而打電話來責備我們 責備我們說 你做一個選民服務 你看像剛剛彥隆講的 他們有一些連署站要配合人家 店家的上下班時間 那很多民眾就會打電話來問 那某一個連署站兩點就休息 可是他晚上 不過我覺得 拆回來啊 我覺得是這樣子 當謝國良用市政府的權力 不當地阻撓的時候 議員當然可以用議員的權力 來阻撓阻撓市政府的不當阻撓 這樣聽到嗎 聽到 所以 這很正常 我覺得這本來 而且你看上一次陳柏惟被罷免的時候 國民黨動員了多少人 連江啟臣這些人全部都動員 盧秀燕什麼全部都動員 全部國民黨人都動員罷免 我們還是要強調 這個是純粹選民服務 我們空白的表格給他們拿回去填 拿去寫好很多 很多 我們空白的表格給他們拿回去填 打給他們 很難 要 製作